人之初 姓本善 姓相近 习向远 北宋时期 有一个名叫大王镇的地方 虽然地处偏远 但也算热闹 只是这个镇子与其他镇子最不一样的地方 便是这里的居民更加谨慎 胆小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大都闭门不开 这日一对年轻夫妇路过镇子 一位好心的大妈提醒了一句 你们若是无事 尽快离开这里 你妻子花容月貌 不安全 男子倒是不在意 自己夫妇行走江湖 什么人没见过 便拉着妻子走向了镇子上最大的客栈 大王客栈 小二 两碗阳春面 再来半斤牛肉 一壶美酒 客官 稍等 马上好 就在这时 门口走来一个锦衣华服的少年 身后跟着两个小厮 殿小二立马 迎上前来 跪在地上 王少爷 王少爷 今日想吃些什么 王少爷乃是当地最大的地主 王源外家的儿子王修 可以说是大王镇真正的大王 少年的毛子扫了一眼客栈 随后眼睛一亮 直接坐在夫妇俩的对面 小娘子有些面生 今日看见 我喜欢的锦 不如与我一同回家可好 他完全无视了女子的丈夫 双目紧紧盯着女子 出言挑逗 滚 女子低喝一声 以为能够喝退他 谁曾想这家伙竟然毛手毛脚 竟然想伸手摸自己的脸 啪 随着一声脆响 整个客栈静悄悄的 所有人头都不敢抬 而王修则是突然笑道 有意思 你是第一个敢打我的女人 来人 给我拿下 身后的两个小司力马出手 可女子的丈夫动了 快如闪电 一瞬间便制服了两个手下 随后一把将王修扔了出去 随后便看到客栈里的人 纷纷留下 钱财赶紧跑路 殿小二看到王修走远之后 急忙提醒道 小哥 赶紧带着你妻子离开这里吧 两人不以为意 小二 我要的那些快些上来 不一会儿 小二将食物都拿了上来 只是嘴角有些红肿 两人便好心问道 小二 你这嘴 刚刚不小心磕破了 两位慢用 随后两人大口吃起了食物 但是很快便觉得不对劲了 纷纷倒在桌子上 王修带着两个小丝 再次走了进来 扔给殿小二 一订银子 这次干得不错 赏你的 多谢王少爷 随后一脚踹到了男子 让你牛 打我 小娘子 我说过 你是跑不掉的 接下来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游戏 来人 将他们扛回府中地下市 是 少爷 街上的人看到王修 又扛着两个人回到了王府 都默不作声 而王修刚好遇到了准备出门的王夫人 对着身后的小丝说道 你们先去 我随后就来 母亲 你这是要出门 小修 你这脸怎么了 无碍 刚刚那两人打了一巴掌 我这不准备好好收拾他们 去吧 不要让你爹看到 要不然又该说你 我心里有数 我先去收拾那俩人 晚点给母亲送点补品过去 随后 王修来到地下室 对着身后的小丝说道 将那个男的绑好 挑断手筋脚筋 随后地下室 传来巨大的嘶吼声 男子被痛醒了 看到眼前的青年 精彩的表情 没想到吧 是我 我说过 小娘子是我的 今天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 随后一把撕开了女人的衣服 看着有些隆起的肚子 她饶有兴趣 竟然怀有身孕 那岂不是更有意思 畜生 放开她 有本事冲我来 来人 将她的舌头拔了 随后 两个小丝直接 拿起工具 将男子舌头拔了出来 女子这时候 才清醒 想要反抗 却发现自己被绑着 不 不要 不要啊 王修看着女子 惨叫的样子 更加兴奋 一把掐住她的脖子 我说过 你逃不掉的 女子不一会儿 便晕了过去 她对身边的小丝说道 该你们了 明早我过来看 保证她一晚上不能休息 是 少爷 王修离开了地下室 活动了下筋骨 刚走进大厅 就看到了父亲 父亲 您回来了 王修 听说你最近又不安分了 父亲 我最近乖巧得很 不信 你问母亲 是啊 老爷 小修最近都没出门 怎么会惹事 你呀 就惯着她吧 这样下去 迟早会出事 王老爷叹了口气 他怎么就生出这么一个孽子 突然 一个小司机忙冲了进来 在王修耳边嘀咕了一句 王修 王修脸色大变 随后说道 父亲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 说完便匆匆离去 等来到地下室的时候 女子早已奄奄一息 而男子如同一头凶恶的猛兽 浑身是血 王修一拳打在女人的肚子上 想死 难道不想看看你肚子里的孩子 女子兴慕圆荡 低喝道 畜生 你要干什么 让你看看你的孩子啊 随后地下室传来凄惨的声音 而王修浑身是血 但却十分兴奋 将他们一家三口丢到后山为廊 半个月后 一个黑衣青年来到镇子上 手中拿着两幅画像 逢人便打听 有没有见过这俩人 他是苏武 苏家的大少爷 也是苏家最没有人权的一个 一连问了许多人 他都没有任何消息 自从一个月前 接到妹妹要回来的消息 他与爹爹等了许久 都不曾等到 父亲因为着急 便派他出来打听两人的下落 这一路走来都未曾打听到 今日这天色也有些晚了 便打算在这镇上休息 来到大王客栈 小二来半斤牛肉 一碗阳春面 小二刚准备走 就听到了他的声音 小二 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小二脸色大变 随后吞吞吐吐说道 没 没看到 哎 妹妹 妹夫 你们到底在哪里 苏五也是满脸的憔悴 苏五吃着饭 就听到隔壁桌上的八卦 你们听说没 半月前 王少爷抢了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 让手下的人纷纷品尝 谁曾想 那女子姓子猎得很 竟然想自杀 然后呢 然后呢 哼 忤逆王少爷的人 当然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我也是一次跟着王府的小厮喝酒 他喝醉了给我说的 那女的据说 还有身孕 太惨了 苏五皱了皱眉 心下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于是走到桌前 你们说的那女人 现在在什么地方 能在哪 被王少爷弄走的人 都在后山乱葬岗 随后意识到说错了什么 急忙看了过去 发现不是王修 这才松了口气 老兄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是王少爷 差点以为没命了 这位兄台 我这画上的两人 你可见过 他摊开话 而那人也捂着嘴巴 眼神多闪 没见过 没见过 各位 谁见过这两人 我这五两黄金 便赠予谁 望着黄金 男子咬了咬牙 我见过 半月之前 在这家客栈 与王少爷发生冲突 随后被掳到王府 随后便不知道了 苏五将金子扔给男子 随后喊来了小二 声音很利 说 还是死 大侠饶命 都是王少爷 当初让我在他们的饭菜里加了蒙汗药 好 很好 非常好 他骑马来到了后山脚下 随后走了上去 根据他人的提示 很快找到了那乱藏岗 里面有数不清的窟窿 这里更是臭气新天 突然 他感觉脚下有什么东西 有点个脚 低头看去 是一半发灾 上面有着一朵桃花 这是他当时送给妹妹的礼物 他的心沉了下来 诞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他在乱藏岗找了一晚上 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枯骨 妹妹的衣服 也不曾找到 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 来到了一处僻静的山洞 听到里面有一响 便走了进去 里面有一个叫花子 脸上是纵横交错的刀疤 浑身衣不遮体 肚子上有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 双眼空洞 竟身边有着一具手脚近断枯骨 还有一些干粮的碎渣 女子仿佛是受惊的兔子 立马警惕了起来 不断挥舞手中的树枝低吼道 不要 不要过来 苏武看到女子肩膀上 一道赤色的胎记 当下声泪俱下 小七 是我 我是大哥呀 大 大 大哥 是 大哥在呢 在呢 不怕 大哥来了 不怕 呜呜 大哥 大哥 呜呜 就在这时 洞外传来另一道熟悉的声音 姑娘 我将饭菜放在这里 苏武走出山洞 看到那个殿小二 一把将他抓住 扔进了山洞 随后殿小二才说了出来 那日王修将两人扔到乱葬岗 便离开了 而他刚好在附近 祭拜娘亲 听到女子的哭声 便赶来了 找到大夫 发现男的已经死了 女的还有气息 便救了下来 只想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你抓紧离开这里 半月后回来 否则 我无法保证 你还能活着 电小二点头硬下 急忙离开了这里 他将披风盖在妹妹身上 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像小时候哄着她睡觉一般 随后吹了个口哨 一头雄鹰直接飞下 他将书信绑好 三日后 一位身穿绒甲的青年 来到了山洞之前 大哥 是谁来了 小七 真的是小七 可当看到走出来的女子的时候 喉咙半天 发不出声音 声音更是哽咽 小七 你受苦了 二哥 你也来了 小七给你们添麻烦了 大哥 我想杀人 人都带来了 带来了 今晚行动 嗯 今晚行动 夜晚 百位黑衣人将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 苏武苏文两人走了进去 王修 出来受死 王老爷率先走了出来 随后是王夫人 看着两个青年 他们皱了皱眉头 可是小儿叨扰了两位 我在这里替小儿赔个不是 两位说个数 只要我王家能拿出来的 绝不二话 王修在哪儿 谁呀 小爷正玩到兴头上 什么人竟然敢打扰老子的雅兴 你就是王修 老子就是 你们是什么人 来人将他们赶出去 只见王府的护卫竟然有五十多个 朝着两人冲了过来 来人 杀无赦 苏武低贺一声 数十黑衣人 直接冲了进来 整齐划衣 对着这群护院直接开始单方面屠杀 不一会儿 护院全部身死 苏武看着王修 冷笑道 我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用这把刀 砍下你父母的头颅 他扔出一把刀 此时 王修也怕了 看着到处都是尸体 心惊胆战 他慢慢走到父母身边 父亲 你理解我的对吧 为了我活下去 你去死吧 孽畜啊 都是你母亲 将你宠溺得无法无天 今日终于酿成大祸 我毁啊 我恨啊 随后一刀斩下父亲的头颅 疯狂大笑 母亲 真的感谢你这么多年的宠爱 我想活下去啊 孩子 为娘不怪你 只是不能继续陪你了 手起刀落 王修跌跌撞撞走到两人面前 履行的诺言吧 小七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人群中走出一个女子 王修大惊失色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已经死了 我亲手杀的 小七壮若疯狂 一刀一刀砍在王修身上 回头望着大哥二哥的方向 大哥 二哥 若有来事 小七还当你们的妹妹 不要啊 小七 两人想要阻拦 已经来不及 他引颈自问 天哥 我为你和孩子报仇了 我这就来找你 苏文苏武对着身后的黑衣人说道 鸡犬不留 第二日 王家被灭门的消息瞬间传遍整个大王阵 但无一人伤心 甚至有人开始敲锣打鼓 镇子上也恢复了热闹的氛围 北宋开保年间 在陵云府青亭县往东走约十里处有一个小柴村 村子里不过二十户人家 是当地很小的一个村落 俗话说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小柴村背靠小柴山 他们村世世代代都以打柴为生 只是近些年打柴的收入越来越低 村里许多人都放弃了上山打柴的行当 只有赵老汉家除外 也有人劝过他 说这行当现在根本不挣钱 不如一起做个生意 赵老汉每次都是笑呵呵的说道 咱们村祖祖辈辈都是以打柴为生 这祖传的手艺可不能丢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赵老汉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那个憨厚耿直的儿子赵铁 年近三十了 还没有娶媳妇 之前也有一些人过来说没 但儿子这张嘴呀 心直口快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无比耿直 在这方圆十里的村庄可是出了名的铁憨憨 所以就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这天赵老汉拿着砍柴刀就准备去山上打柴 正在院子里匹柴的赵铁看到了 便急忙开口 阿爹 你要去山上打柴 我跟你一块去 帮你把柴都背回来 赵老汉毕竟年纪大了 而且他觉得自己这身打柴的本领也需要交给儿子 要是哪一天 自己不在了 儿子自己也能生存下去 父子俩一起来到了小柴山 赵铁只是跟在父亲后面捡柴火 看着父亲砍柴的样子 他有些不解 阿爹 为什么你要砍掉这低处的枝条呢 要想这些树长得又高又粗 下面的枝条就必须修剪 咱们打柴人 可不是乱砍乱罚 而是要守护好这座山 你要知道什么是柴 那 父亲 什么是柴呀 朽木 断木 无用的枝条都是柴 赵铁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赵老汉不断砍柴 并且将如何呵护这些树木的方法都交给了赵铁 可能是年纪大了的原因 以前可以砍四五个时辰不代谢的 现在竟然才干了一个时辰 就累得不行 他坐在原地休息 并嘱咐道 铁柱 你按照我刚刚说的 去打一些柴 我歇会儿 赵铁一听 可以打柴了 心里十分开心 拿起砍柴刀 看着眼前一颗长得跟自己一样高的小树苗 就准备一顿输出 赵老汉一看 急忙跑了过来 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脑勺 我刚刚说的 你都没记住吗 这株小树苗刚长起来 你就要砍 你这不是作孽是什么 经过阿爹的教育 他每次砍柴前都会问一句 阿爹 这个我能砍吗 随着两人越来越深入小柴山 这里竟然有着不少的动物来来往往 奇怪的一点是这些动物看着两人完全不怕的样子 更有很多小狐狸 小松鼠凑过来让赵老汉抚摸 阿爹 为啥每次你来砍柴这些小动物不仅不怕你 还过来让你抚摸呀 铁柱 世间万物 都有自己的生命 善待他们 他们也会善待你 我这一辈子也就在小柴山里了 帮他们守护自己的家 他们自然就喜欢我了 哦 好吧 我大概是懂了 两人走到一处山间 正准备喝点山泉水 但是赵老汉阻止了赵铁的举动 他奇怪地看向水中的血迹 不好 有动物受伤了 铁柱 快跟我来 刚走两步 赵老汉哀悠一声 捂着自己的腰 缓缓坐了下来 铁柱 你顺着溪流去看看 应该有什么动物受伤了 去帮一把 赵铁接过父亲递来的小竹篮 里面放的是一些碎布条和一些草药 这是父亲每次上山都要带的东西 他顺着溪流走了大概半个时辰 看到一头白虎正在铁视着自己的后腿 发出阵阵嘀吼 一看到是老虎 赵铁下的双腿都颤抖了 想起了父亲的话 便鼓起勇气朝着白虎走去 白虎也发现了赵铁 发出阵阵嘶吼 但后腿的伤让他现在站起来都难 赵铁举了举手里的小竹篮 奇怪的是看到竹篮的老虎瞬间安静了下来 他心惊胆战地朝着白虎走去 后腿的伤已经有些化浓了 如果再不救治 这头老虎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他细心地将化浓的那块肉剃掉 随后将草药嚼碎 拿起碎布条认真地包扎着 这过程中白虎显得十分乖巧 一直忙活了一个时辰 才将伤口包扎好 赵铁示意老虎起身 老虎挣扎了两下 勉强可以站起来了 于是看了一眼 便朝着远处慢慢走去 回到父亲身边 赵老汉急忙问道 受伤的是什么动物 怎么去了这么久 是一头白虎 后腿伤口化浓了 处理起来有些麻烦 我按照阿爹教我的 帮他包扎好了 哎 又是小白呀 肯定又跟别的山头的老虎打架了 这家伙最不让人省心了 跟你一样 赵老汉撇了撇嘴 想起小白调皮的样子 也是一阵头疼 赵铁背着一捆将近百斤的柴 扶着阿爹慢慢回到了家里 可刚走到门口 就发现隔壁村里的王媒婆 在门口焦急地等着 王沈 你怎么在我们家门口 赵老汉 铁柱啊 我来这里是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铁柱的婚事有着落了 可把老婆子我累死了 只见王媒婆眉开眼笑地说道 他做了二十年的媒婆 这小家伙是最难搞的一个 他还就不信 自己找不到一个能与赵铁过日子的女人 赵老汉一听关乎到自己儿子的婚事 立马眉开眼笑 整张脸笑得像个菊花一般 王婆 来来来 先进来 我给你倒杯水先喝口水 咱慢慢说 这一瞬间 赵老汉觉得自己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痛了 快步打开房门 帮王婆倒了一杯水 喝完水 王婆这才娓娓道来 原来是隔壁刘村长家的小女儿 前段时间因为偷偷跑出去玩 结果不小心摔断了腿 而刘村长又是个重男轻女的人 对小女儿不管不顾的 便想着让我给她说没 赶紧将小女儿嫁出去 刘老汉一听不就是断了腿吗 啥活自己儿子都能干 有媳妇才重要 于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但是接下来 王婆支支吾吾半天 这让赵老汉心里咯噔一跳 哎 赵老汉啊 刘村长有个条件 就是你们家必须拿出五两银子 但是他保证以后 他那女儿跟他家里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女儿嫁不掉 就将他卖掉 那也是可怜的孩子 哎 刘老汉愣住了 五两银子 自己这辈子的积蓄也就五两 但想着那苦命的孩子 咬了咬牙说道 好 明日你带我去见见那刘村长 我将银钱准备好 哎 好嘞 还是你赵老汉敞亮 我这就跟刘村长说一声 明天咱们一块过去 王婆来得快 去得也快 赵铁在一旁 一句话也没说 阿爹 咱们家总共也就五两银子 你都给那刘村长拿去了 咱们家以后怎么过日子 钱没了可以再挣 那丫头也是个苦命的人 咱们有的是手 还怕饿着自己不成 真没出息 此日赵老汉将全部积蓄都拿给了刘村长 回来的时候 带着一个身材较小 面黄体瘦的女孩 一只脚更是有些薄 阿爹 你们回来了 这位姑娘是 铁柱 这是刘秀 以后就是你媳妇了 咱们老赵家的男人 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媳妇吃苦 吃亏 知道吗 赵铁点了点头 但看着小丫头害羞的样子 她也没有多说什么 这两天 你跟我去山上多打点柴 咱们挣点银钱 给你们办婚礼 赵老汉乐呵呵地说道 刘秀刚到这里 还有些放不开 吃饭的时候 只吃了一点点 这让赵铁皱起了眉头 你那是啥饭量 蚂蚁吃的都比你多 这碗面你 今天的吃完 瞧你瘦得跟个猴子一样 刘秀顿时有些委屈 眼睛离水雾弥漫 赵老汉二话不说 就开始教训自己 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惹得一旁的刘秀 忍不住抿嘴偷笑 心里也十分感动 这是他第一次吃到一顿饱饭 吃完饭后 两人便来到了小柴山打柴 刘老汉让儿子先打 自己则是提着小竹篮 去到了森林深处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才回来 而且手上 还多了两只野兔 阿爹 你去给白虎换药了 这野兔是 小白那家伙丢给我的 应该是去隔壁山投猎的 小柴山的动物比较和睦 小白可不会对他们下手 这次两人打的柴比上次多得多 在街上卖了将近一百文 而且一只野兔卖了一两银子 剩下的一只赵铁说什么也不卖 他要拿回去给刘秀炖了 不身子呢 那小丫头一看就是营养不良 也不知以前在家里遭受的什么罪 有了这钱 赵老汉便在村里张罗着要给儿子办事情 终于赵铁和刘秀举办了婚礼 小柴村二十多户人家全部都到了 拿的各式各样的礼品 赵铁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喝醉 已在门口 竟然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 他听到了一道陌生的声音 赵铁 醒醒 他低头一看 竟然是那只大白虎 只听到他口吐人言 晚上睡觉 切不可睡熟 千万不要脱鞋子 赵铁猛然惊醒 身上的酒意也醒了大半 来到新房 便看到端坐在床上的刘秀 盖着红盖头 揭开盖头 赵铁有些结巴 娘 娘子 你好漂亮 刘秀脸色羞红 低下了头 夫君 很晚了 我们休息吧 嗯 娘子 我们休息 我们第一天成婚 今晚我们合一而睡吧 一切都听夫君的 两人很快便睡了过去 半夜三更十分 赵铁猛然惊醒 娘子 他摸了摸床上 竟然没有了刘秀的身影 而且屋内传来一股浓烈的烟味 他急忙跑出去 看到外面刚燃起的火势 来不及多想 急忙冲进父亲房中 将父亲背了出来 阿爹 快醒醒 咱们家着火了 尽管刘老汉喝得很醉 但是此时已经醒了大半 看着屋内的火势 急忙问道 铁柱 刘秀呢 是不是还在里面 阿爹 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刘秀已经不见了 啪啪啪 一道道掌声响起 随后从外面冲进来几个身穿黑衣的人 而刘秀正被五花大绑 嘴里塞着一团黑布 赵铁怒目而是 你是谁 放了我娘子 只见为首的黑衣人 一把揪过刘秀的头发 大声喝赤道 没用的东西 我让你下药 你竟然连我的命令都敢违抗 赵老汉瞳孔猛缩 刘村长 你是刘村长 老东西 竟然被你认出来了 那就留你们不得了 为什么 赵铁不解 刘村长拿开刘秀口中的黑布 立声道 我就让你亲眼看看 这个男人死在你面前的样子 让你忤逆我 阿爹 不要 不要 求求你放铁柱他们一条生路 女儿求求你了 以后你 不管让我做什么 女儿都答应你 呸 披荐人 回家了 我在收拾你 这次我要打断你另一条腿 让你忤逆我 看什么 将这父子俩丢进火里 赵铁挡在父亲身前 但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是六个人 很快便败下阵来 赵铁被打得口吐鲜血 但仍然将父亲护在怀里 吼 一声唬响彻整个小柴村 村里的灯光纷纷亮起 随后那道白影飞奔而来 当看到赵老汉父子的样子 白虎发出一声嘀吼 刘村长看到是老虎 早已吓得魂飞魄散 身边的小厮们也战战兢兢 只见白虎闪过一道道残影 很快便将这些人扑倒在地 随后小柴村的人 拿着锄头 铁锹 菜刀的 都跑了出来 将刘村长等人围在中间 而白虎早已没了踪影 赵铁急忙将刘秀的绳子解开 小声安慰道 没事了 没事了 不要怕 而刘秀仿佛是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嚎啕大哭 第二天一早 村里的人便将刘村长等人送去了官府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人圆明耿火 是杀人犯 一直逃亡在外 而刘村长是他杀了原本的村长 又用武力威胁 示意村里的人不要不识好歹 赵铁与刘秀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 两人十分恩爱 并且他将刘秀的腿也治好了 而他也继承了赵老汉砍柴的手艺 维护着小柴山的生态环境 与山里的动物都成了朋友 而白虎的事迹也慢慢流传了下来 他被小柴村的人称之为他们的守护神 写在最后的一句话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爱与不爱都在细节 可有些人就是天生比较愚钝 明明是关心却词不达意 引来一些烈的误会 一个小伙子好心救了一位美女 没想自己还搭上了性命 激井的县令动过一头毛驴来破案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毛驴破案 话说李家庄里有户人家 家里面只有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小伙子 还有一头不是很肥的毛驴 这老头名叫李德成 祖辈三代都是种地的 到了他这一辈也没有例外 依然是在地里种地的庄稼汉 这年轻的小伙子就是他儿子李二狗了 为啥要给他儿子取这一个名字呢 以前的人认为这名字取得越是随便 这孩子就越容易养活 当然了 这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李老汉的媳妇过世的早 为了好养活儿子 所以就随便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还别说二狗从小就身体硬朗 基本的没生过什么毛病 这让李老汉省了不少的心 至于他家的那头毛驴 说起来也不是他家的 是李老汉一次外出的时候捡到的 李老汉捡到这头毛驴的时候 那驴子还很小 看起来非常的孱弱 这驴子让李老汉带回家后 就成了李二狗玩伴了 在李老汉的精心照料下 这小毛驴也慢慢壮饰起来 二狗也慢慢地长大了 长大后 毛驴给李老汉家里出了不少的力气 李二狗不愿意再和他老爹一样 整日里在地里忙活 一年到头家里也剩不下几个钱 他就去学了一门做豆腐的手艺 正好让自己的毛驴拉末 自己做豆腐 把做好的豆腐再用毛驴 拖到集市上去卖 慢慢地这小日子也好过了起来 李老汉一看自己儿子也出息了 也能挣钱了 比自己强了不少 也安心地去地下 找他老伴团聚去了 临走之前 李老汉还嘱咐他儿子 一定要好好善待这头毛驴 等给自己的老爹办完丧事之后 李二狗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干活了 为的就是能多挣些钱财 好早日娶上一个媳妇 没想到这个愿望没多久就实现了 而且李二狗娶的这个媳妇 不仅是人长得漂亮 而且还没有花费彩礼 这主要的功劳还是这头毛驴 原来前些日子的时候 李二狗一大早就牵着毛驴去集市上卖豆腐了 不过今天的生意不是很好 以往到上午都能卖完豆腐 一直到了傍晚的时候还没有卖完 还剩下了两块 李二狗一看这天色也不早了 剩下的两块自己也别卖了 自己晚上吃了得了 就牵着毛驴往回走 等李二狗走到半路的时候 这毛驴突然就不走了 然后静止走到了路边一个草丛边上 不住的哼哼 李二狗也想走近看看 心想毛驴是不是饿了 想停下来歇息一下 李二狗也是累了一天了 而且中午的时候还没有吃饭 也是又累又饿 看到毛驴在这不住的哼哼 以为他是累了 想歇息一会 正好自己也趁这个机会 休息一会再赶路吧 不过等得李二狗往草地上一坐的时候 就发现不对了 这草地太软了 自己好像坐了一个人呢 李二狗赶忙起身查看 因为天色已经暗淡下来 自己没有注意 现在仔细地一瞧 果然在这草丛里躺了一个人 李二狗是吓了一跳 一摸着人鼻息还有呼吸 只不过是脸色发白 没有血色 估计是饿晕的 这年头别饿死的人大有人在 李二狗就把这人扶到驴背上 给带到自己家里去了 到家之后 李二狗就立马到厨房弄了一点稀饭 给那个人喂下了 没过一会功夫 那人睁开了眼睛 看到是李二狗救了自己 就立马说道 感谢公子的救命之恩 李二狗一听就愣住了 这声音很是好听 一听就是女子的声音 这人现在是蓬头垢面 李二狗当时也不知道 这是男子还是女子 只想着先救人了 没想到自己竟然救了一个姑娘 李二狗立马就说道 我可不是什么公子啊 我叫李二狗 就是一个卖豆腐的 不知姑娘叫什么名字 怎么会昏倒在路边呢 那姑娘听后悲伤地说道 自己名叫王翠娥 跟随父母从外省逃荒到此地 没想到半岛上父母都饿死了 自己也饿了两三天了 实在冲不住就昏倒在路边了 幸好让李大哥给救了 李二狗一听 这姑娘也是可怜人 就说道 现在我这里正好缺个人手 你要是没有地方去 就在我这里帮我吧 翠娥一听高兴地说道 多谢李大哥了 到了第二天 李二狗刚起床 就发现桌子上 已经摆好了早饭了 这个时候 翠娥也过来了说道 李大哥 吃早饭吧 李二狗看着眼前的翠娥都呆住了 这也太好看了吧 自己还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呢 昨天的时候 翠娥蓬头垢面 浑身脏兮兮的 李二狗也没有太在意 翠娥的长相 今天翠娥一梳洗打扮 就把李二狗给迷住了 看到李二狗一直盯着自己看 翠娥乔怜一红地说道 李大哥 你敢吃饭吧 不然一会这饭菜就要凉了 李二狗也察觉到自己的失态 就慌忙地说道 翠娥 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啊 就这样翠娥就在李二狗的家里住了下来 帮着李二狗操持一下家务 帮着磨磨豆腐 大家伙知道此事之后都是非常羡慕李二狗 说李二狗就是走了狗屎运了 不然的话怎么会救了那么一个大美人呢 李二狗有时候还会从集市上 给翠娥买件新衣服或者一些糕点带来 时间一长这两人就互生情愫结为夫妻了 婚后小两口生活的还是非常幸福的 靠着李二狗在集市上卖豆腐 他们两个的小日子过还算是不错的 李二狗整日里是乐得不行 感觉这生活非常有盼头 不过有句老话说的好 叫做乐极生悲 这天李二狗在买豆腐回来的途中 就因前几天下了大雨露滑 自己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 而且巧得还把腿给摔断了 幸好李二狗艰难地爬到驴背上才回了家 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李二狗摔断了腿 只能在家里养着了 没有办法去集市上卖豆腐了 可是不去的话 这家里就没有了生活来源 翠娥就和李二狗商量 自己去集市上卖豆腐 开始的时候 李二狗还担心翠娥没有做过买卖 卖不出去 没想到翠娥比自己卖得还快 不到上午的时候 就把豆腐卖完回来了 这让李二狗很是高兴 心里头感谢自己的老爹在天有灵 让自己找到了一个如此漂亮能干的媳妇 周围的邻居也是非常羡慕李二狗 找了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媳妇 不过让周围的邻居感到疑惑的是 这都半年的时间了 李二狗的腿伤还没有好 不见他从家里出门 每天都是翠娥牵着毛驴去卖豆腐 有好心的邻居就去李二狗的家里前去探望 没想到李二狗现在腿伤是好了 但是脸色也惨白 身子骨比以前瘦弱了不少 大家伙都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李二狗就说 自己腿摔断了之后 又染上了风寒 本来没有当回事 没想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这不现在都下不了床了 只能每日在床上躺着了 郎中也说了 尽量不让自己外出 大家伙看到李二狗这样 心里也对他感到同情 不过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希望李二狗早日的好起来 让大伙没有想到的是 李二狗这病不仅没有好起来 而且还要了他命 一个月之后 从李二狗家里传来 脆鹅的哭声 李二狗挂掉了 大家伙知道此事之后 都纷纷劝脆鹅想开一点 这人死不能复生 活着的人还得继续往前看呢 给李二狗办了丧事之后 脆鹅就自己经营起了 自家的豆腐房 现在李二狗死了 脆鹅就成了寡妇了 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寡妇 都说寡妇们 是非多这话果然不假 就有不少的浩浩色的 混混想打脆鹅的注意 不过脆鹅对他们都是爱搭不理的 也不给他们什么占便宜的机会 这天脆鹅又和往常一样 牵着毛驴到集上去卖豆腐 可不知怎么这毛驴就像是发疯了一样 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冲向一顶轿子 眼看毛驴就要撞向轿子的时候 突然从轿子旁边 跳出两个强壮的捕快 把这头毛驴给制服了 原来这轿子是县老爷张大人的轿子 张大人可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 而且还善于断案 上任之县留下的很多冤假错案 都让张大人给断了 百姓们都亲切称张大人为青天大老爷 张大人这个时候也听到了动静 从轿子里走了出来 翠鹅赶忙下跪给县老爷请罪 张大人问明了情况之后 也没有责罚他 让他牵着毛驴走了 等翠鹅走后 张大人对其中一个捕快说道 你去调查一下这女子的事情 捕快领命就去了 这心里还纳闷呢 大人为何让自己去调查这女子 难道是大人看上这女子了 其实张大人让人调查 这女子是事出有因的 因为这毛驴一般都是生性温顺的动物 一般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疯的 而且刚才这女子看到自己眼光闪烁 虽有惧怕之意 但根据自己多年的断案经验 这女子好像有什么让自己不想知道的事 所以才派捕快去打听一下这女子的情况 这捕快名叫孙大牛 都二十多岁了 还没有娶到媳妇呢 这次张大人让他打听翠鹅的事 心里美坏了 可以明目张胆地看美女了 还可以打探一下这小娘子的信息 孙大牛就悄悄地跟着翠鹅回了李家庄了 到了之后就找人打探了一下翠鹅的消息 快到傍晚的时候 孙大牛感觉自己打探得差不多了 就准备回去给张大人禀报去了 不过这个家伙在临走的时候 又想起了翠鹅苗条的身材 就偷偷又流到翠鹅的家门外 想看看翠鹅如何做豆腐的 自己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万一自己走了桃花运就赚大了 孙大牛悄悄溜到翠鹅的院子里 想偷看一下美人的 没想自己从墙头上翻来的落脚地正是驴圈 孙大牛心想这下完了 这毛驴一叫唤自己就暴露了 没想到这毛驴看了一眼 孙大牛竟然没有叫 孙大牛正暗自庆幸的时候 就见翠鹅朝着驴圈走了过来 孙大牛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狗叫 翠鹅就到赶忙到去开门了 孙大牛正疑惑呢 从大门外就进来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 这男子一进门就搂住了翠鹅 孙大牛健壮心里就疑惑开了 翠鹅不是刚死了丈夫吗 这男子是谁呀 看来他们的关系不一般呢 正当孙大牛疑惑的时候 这两人就进了房间了 孙大牛就赶忙溜到窗户外偷听 只听翠鹅说道 李二狗都已经让我们两个给害死了 你什么时候把我娶进家门呢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不然我要到衙门去告你的 那男子就笑着说道 美人放心 过一个月 我就把你娶进家门 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 咱们赶紧歇着吧 然后就屋内就传来两人嬉笑声 窗外的孙大牛 这个时候对张大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这个翠鹅果然有问题 竟然勾结别人谋害亲父 自己一定得揭穿他 然后他就快速跑回衙门把自己打听到的 和自己的听到的告诉了张大人 张大人带着补快就去了李家庄了 正好把两人给捉尖在床 两人见状 只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这个男子名叫马六 是个花花公子 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经常在外沾花惹草 他们连个勾搭上 就是李二狗腿摔着的那段时间 马六见翠鹅长得漂亮 就天天来他的摊位买豆腐 而且每次都是全给他包园了 马六出手大方 人也长得帅气 翠鹅慢慢地就开始嫌弃李二狗了 他们两人慢慢地就勾搭在一起了 为了能嫁给马六 做个阔太太 翠鹅就听从马六的意思 在李二狗的饭菜里给他下药 李二狗就这么稀里糊涂地 让自己媳妇给弄死了 现在的案情是真相大白了 翠鹅和马六让张大人给押入大牢厅后发落了 临走的时候 翠鹅还疑惑问张大人是如何发现他们的 张大人就说道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就是你家毛驴让我对你起了疑心 然后就派捕快去调查你 没想到还发现你和马六的奸情 这是传出之后 大家伙都对张大人是非常的佩服 没想到他通过一头发疯的毛驴就破了一桩案子 从这以后现成犯法的事就很少发生了 三泉镇拥有一家小酒馆 它在巷子深处 只是一个很小的店铺 但每天排队买酒的人却十分多 他家的酒箱隔着两条街都能闻到 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 才导致镇子上其他家的酒都没有了生意 酒馆的老板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叫陈浩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 还有一个三岁大的儿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 好不容易送走了排队买酒的人 他便准备关门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阻止了他的动作 陈老板慢些关门 给我来一斤上好的女儿红 哈哈柳兄别来无恙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咱们可有些日子不见了 陈浩激动地说道 但手下的动作丝毫不慢 从柜台下方拿出一坛酒 上面的酒风都没开 刚从外地回来 隔着老远就闻到你店铺的酒箱了 我这不就迫不及待地来了吗 这几天皇上那小子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今天看到他还匆匆忙忙的 说是有一笔大生意要做 算了 不管他了 两人相视一笑 哈哈大笑了起来 随后陈浩对着刚走过来的妻子说道 荣儿 准备几个下酒菜 我与柳兄不醉不归 他与柳三回还有黄扇 三人都是过命的交情 亲如兄弟 柳三回抱起旁边的陈毅 捏了捏他的小脸 小家伙有没有想你柳叔叔 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随后从怀里掏出来一个波浪骨 送给了他 不一会儿荣儿端上来了饭菜 陈毅被他抱回去哄着睡觉了 两个大男人则是喝到了半夜 柳三回这才离去 晚上陈浩对着妻子说道 荣儿 要不你带一儿先回娘家待一段时间 柳兄说的不无道理 上次孙老爷没得到咱们家的酿酒秘方 怕是不会善罢甘休 我害怕你们受到伤害 相公 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有事也要一起面对 明天我将孩子送回娘家 便回来陪你 只是到了半夜的时候 陈浩被烟雾枪行 不知什么时候 外面早已是大火弥漫 他急忙叫醒了妻子 荣儿 快醒醒 快醒醒 女子醒来之后 急忙说道 相公 快 赶紧把一儿救出来 陈浩连外衣都没穿 直接冲进了旁边的小房间 陈毅从小便十分独立 不仅跟着父亲酿酒 而且小小年纪 嚷着自己睡 两人无奈 只好给他睡在隔着仓库的房间 陈浩暗觉不好 仓库里都是酒 脚下的步子加急了许多 来到屋内 小陈毅早已昏迷 他将孩子抱出去以后 周围此时不断有人过来 陈毅醒来了 迷迷糊糊 看到父亲冲进了火海 陈浩本以为荣儿已经出来了 不曾想在外面根本没看到他 于是便再次冲进了火海 回到房间 妻子被断掉的房梁 压着 气若油丝 荣儿 荣儿 你快醒醒 夫君 快走 有人 话还没说完 陈浩便被人当头一棒 他看着眼前的男人 眼神中是不解语震惊 大火淹没 陈浩夫妇双双允命 柳三回听到消息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他急忙来到这里 看到了手里拿着波浪鼓的陈毅 亦儿 太好了 你没事 看着已经成为了废墟的酒馆 柳三回叹了口气 亦儿 以后你就跟着你柳叔我吧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 就不会让你挨饿 就这样 陈毅被柳三回带回了家里 妻子赵如 带他亲如子嗣 夫妇俩因为身体原因 一直都没有孩子 便将全部的爱 倾注给了陈毅 或许是因为年幼 陈毅很快就忘了那段悲伤的记忆 一年接着一年过去 一直到十五年后 陈毅已经长成了一个帅小伙 样貌与父亲气氛相似 眉眼则是像母亲 柳三回这些年外出走标 与妻子也是聚少离多 可以说是赵如一手将他养大 而他对两人如亲生父母一般 十分尊敬 只是最近赵如眼皮一直跳 每天都在门外等候 自己丈夫归来 终于 柳三回回来了 只是却失去了一条胳膊 赵如泪如雨下 陈毅默默转身 将空间留给了他们 柳三回不出去了 只是家中少了收入来源 却犯了愁 真怀念陈兄的女儿红啊 就在这时 一股酒香飘进来他的鼻孔 只见陈毅不知什么时候 手里拿着一个酒坛 上面还带着泥土 看样子是刚挖出来的 柳叔 这酒你尝尝 我记忆有些模糊 不知道酿出来的酒 还是不是原来的味道 柳三回尝了一口 随后又喝了一大口 好酒 好酒啊 比起你父亲当年 也不遑多让 柳叔 要不我酿酒养活你们吧 柳三回这次沉默了 他看着陈毅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一儿 当年我就怀疑你父母的死有蹊跷 一直到十年前 镇子上出现了一种酒 味道与你父亲酿的一模一样 这天底下 哪有这样巧的事情 陈毅放下酒坛 柳叔 你说的是孙家吧 你都知道了 嗯 早都知道了 只是当时我还小 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而且孙家家大业大 根本不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能对付的 哎 你知道就好 我就怕你一时冲动 如果你出事了 我有何颜面再见你父母 陈毅摇了摇头 柳叔 我决定入赘孙家 这样就能找到证据了 胡闹 婚姻大事 岂能儿戏 你可知道那孙家是什么地方 你这样过去 无异于羊入虎口 柳叔 你放心 若是我在酿酒上展现出惊人的天赋 他们自然不会对我怎么样 在陈毅的一番劝说下 柳三回最后还是同意了 必须要弄清楚当年发生了什么事 陈兄他们不能死的不明不白 半月后便是孙家昭旭的日子 以酒起家的府邸 当然是以酿酒选旭 众人纷纷带来了酒水 当孙老爷一一品尝之后 最后选择了陈毅的酒 这些都是意料之中 陈毅被带到了孙老爷面前 看着陈毅的相貌 有些熟悉 你叫柳毅 我是柳毅 是个孤儿 孙老爷 这次大比可是我赢了 嗯 你赢了 恭喜你 入了我孙家 以后便可飞黄腾达 平不清云 多谢孙老爷 将消息带给了柳三回 他找了家客栈住下来 来之前 已经将自己的身份伪装好了 若是回到柳家 就怕孙老爷多疑 所以他只能找客栈休息 事实正是如此 孙老爷派人跟着他 看到进客栈一直没出来 才放下心来 陈毅每天都会在一家烟制铺 停留许久 他在等一个人 孙老爷的夫人 众所周知 孙老爷有三个妻子 只是有两个都是在三十岁的时候 离奇死亡 只剩下一个 如今已经二十九岁了 名叫乐芳 他每月都会来烟制铺买烟制 终于 在三天后 让他等到了 再过两天 便是成婚的日子 想着他一定会来 乐芳让丫鬟在外面等候 自己则是进入了烟制铺 当看到是他以后 烟制铺的伙计立马露出了笑容 这位可是大客户 每次来都会花费不少钱 乐芳试着烟制 随后伙计拿来一杯他常喝的茶 乐芳一口喝下去了 随后难难道 这茶味道怎么有点怪 难道是新茶 当然怪了 因为我在里面放了点东西 陈毅带着斗笠从后面走了出来 你是谁 要干什么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只用知道我们的目标一样即可 你马上可就三十了 我会再来找你的 乐芳瞳孔紧缩 两人的声音压得很低 霍姬只当是两人的正常交谈 没有听懂什么内容 转眼间便到了成婚的日子 孙家作为大户人家 这排场果然是够大 一直忙活到傍晚 才结束 陈毅虽然喝了很多酒 身上酒味很重 但是她还是十分清醒 只是装醉罢了 走到房间门口 推门走了进去 里面的人立马警觉 柳翼 你怕是走错了房间 我找的就是你 乐芳 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我便直说了 你帮我拿到十五年前 孙达得到的那张酿酒配方 还有她当年是怎么杀害陈氏夫妇的证据 我便给你解药 乐芳沉默了一会儿 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应该知道 为什么孙家的夫人都活不过三十 那是因为孙老爷的怪体 而你三个月后便是三十 等你的是什么 你应该清楚 乐芳咬了咬牙 你让我考虑一下 得罪了 她我也得死 你要不换个条件 既然孙夫人没有诚意 那我便不打扰了 三日后 我会给你解药 就当我没来过 慢着 还没人敢威胁我 你是第一个 先把解药给我 看着即将离开的陈毅 他忍不住开口 随后沉声道 你到底想做什么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好 我帮你 陈老爷有一本自传 他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写在上面 但是能够拿到这本自传的人寥寥无几 而我也是一次机缘巧合见到了这本自传 所以便知道三十岁我必死 你确定能救我 我确定 好 希望你不要食言 还有 孙小姐 你尽量别碰 她可不是善茬 你已经是第三个了 只是前两个没有婚礼罢了 所以 别人都不知道 至于怎么消失的 你应该不会想知道 乐芳提醒道 放心 我有分寸 陈毅没有走正门 而是从窗户翻了出去 醉熏熏地回到房间 竟然倒头就睡 这可把孙艳气得够呛 第二天 陈毅便在酿酒的地方住下了 孙老爷对他十分满意 酿出来的酒 虽然不如自己酿的 但是也相差无几 一周后 孙老爷去外地谈生意 陈毅知道 时机来了 而乐芳根本不等他说 便动手了 晚上两人在屋内翻看这本自传 倒吸了一口凉气 当年为了得到酿酒的配方 他竟然买通了陈浩的好兄弟 黄扇出手 足足用了千两银子 而黄扇成功拿到了配方 但是不知足 要一万两银子 结果被孙老爷的人直接处理了 就连买谷的地方都记得清清楚楚 就在两人入神的时候 房门忽然被打开 只见孙艳带着人走了进来 冷笑道 早就看出来你们之间见不得人的关系 来人将他们给我压入地窖 好生伺候 陈毅看着越来越多的人 在乐方耳边低声道 你坚持住 等我回来 随后直接翻墙逃走了 乐方则是被压入地窖 此时镇子上特别热闹 一群人追着陈毅 走到一处宅子 他学了几声鸟叫 随后屋子里的烛灯亮起 他将自传扔了进去 随后带着追兵跑开 陈毅被抓回去了 与乐方关在一起 乐方倒也不哭不闹 只是安静地说道 终究还是难逃一死 如果有来生 真希望能够自由一些 陈毅不说话 也正在此时 孙老爷和孙艳一起走了进来 你们真是好大的胆 竟然撕毁 乐方也不辩解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对妇女 要杀要寡西听尊便 反正你也没打算 让我活过三十 孙老爷冷哼了一句 想死 没那么容易 必须等到三十才能死 乐方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 并没有意外 柳毅 我应该叫你陈毅吧 陈毅的儿子 倒是心思深沉 竟然想着挖我墙角 来人 给我刮了 只见几个刽子手走了过来 将她绑在木桩上 就在这时候 孙艳走了过来 慢着 让我来 匕首直接刺在她的胸口 砰 一块石子 直接将匕首打飞了出去 外面的人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柳三回 身后带着官兵衙役 不由分说 将孙老爷等人带回了府衙 并且 按照字传上面写的地方 纷纷找到了孙老爷 这么多年害的人的尸首 孙家父母被判斩首 而乐方与陈毅 则是被放了出来 陈家的酒酿再次出现 只是这次换成了陈毅 身边跟着一个青春靓丽的妇人 帮忙打下手 正是乐方 她无处可去 便在她这里帮忙卖酒 看到敢都赶不走 陈毅无奈之下 只好留下她 上次将她赶走 结果 这女人直接睡在铺子门口 等着自己第二天开门 陈毅将挣来的钱 大部分都给了柳三回夫妇 自己留得够用即可 一个胆子很小的小伙子 被三个小偷偷了钱 没想最后还因祸得福 娶了个媳妇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丢的老婆 话说在小张庄里有户人家 户主名叫张铁牛 别看张铁牛名字 娶得挺威猛的 实际上她这个人胆子非常小 不愿意轻易得罪别人 是十里八村有名的何氏老 鉴于张铁牛的性格 所以今年她都二十五 也没有娶到媳妇 还打着光棍呢 想想 也是 女人找男人 除了成家之外 最重要的 就是男人给他们的安全感了 如果自己半路碰到打劫的 自己老公不说为自己出头 还给吓跑了 这要是传出去 还不让人给笑话死 张铁牛也是名声在外 所以没有那家姑娘 愿意嫁给她 张铁牛对此也毫不在意 感觉自己一个人过还挺好的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不过每当晚上看到别的小伙伴 都是妻儿陪着 心里多少也有些寂寞 所以张铁牛也决定攒钱娶个媳妇 这天张铁牛从王源外家里出来 非常高兴 因为张铁牛这段时候 一直在王源外家里干活 今天王源外高兴发工钱的时候 多给张铁牛发了十个铜板 加上张铁牛工钱的九十个铜板 正好是一百个 张铁牛心想 这离自己娶上媳妇的目标 又进了一步 到了下班后 张铁牛想回家的时候 突然又停住了脚步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 他们村里的吴大妈在大街上 被人偷了十个铜板 和她一块干活照四 昨天也让人在大街上给偷了工钱 张铁牛心想着这段时间 街上不太平 自己的工钱万一也被歹徒给盯上 就麻烦了 张铁牛一下子就犯了难了 自己身上带了这么多铜板 可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张铁牛看到地上放的扁单 眼珠子一转就记上心来 扁单里里装满了清理出来的砖块和其他杂物 本来是要倒掉的 可到了下班的时间人都走了 就把扁单给扔在这里了 张铁牛心想自己正好用这个扁单做掩护 然后张铁牛就把一百个铜板放到两边的扁单里 一边放了四十个 一边放了五十个 剩下的王源外多给的十个就放在了自己的钱袋子里 张铁牛心想就算自己遇到了歹徒或者小偷 他们最多抢走自己钱袋子的十个铜板 自己扁单里的铜板应该没有事 等张铁牛收拾好之后 挑着扁单就出门了 然后快步地朝自己家里走去 等张铁牛挑着扁单走到半路的时候 突然感觉背后有三个人在盯着自己 自己走得快 后面的三个人走得也快 自己后面的三个人走得也慢 张铁牛心想坏了 自己一定让小偷或者是歹徒给盯上了 等张铁牛走到一个卖包子的摊位前 借着给卖包子老板问价的机会 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看可把张铁牛给吓坏了 尤其是带头一个落腮胡子的人 面相很是凶恶 旁边两个一看都是不好惹得住 张铁牛心里非常害怕 暗探自己怎么那么倒霉 出门就让歹人给盯上了 心里暗自祈祷能在前面碰到一个熟人 也好两人一块结伴回家 有个照应 歹徒看到自己是两个人 也不好对自己下手了 想到这里张铁牛就加快了自己的步伐朝前走去 等走到一个卖煎饼的摊位前 张铁牛心里一喜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好是他们村里的张二狗 张二狗就是一个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的家伙 平日里张铁牛是不愿意搭理他的 但现在张铁牛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 朝着张二狗就走了过去 等张铁牛走到离张二狗 还有四五步远的时候 就听到张二狗和卖煎饼的老板 在那里争执呢 就听卖煎饼的老板说了 我说 这位客官 可没您这样的呀 我这煎饼您都吃了三块了 您现在竟然给我说 我的煎饼不好吃 那您吃一块的时候不就得了 原来这卖煎饼的老板 打广告说自己的煎饼又香又酥 不好吃不要钱 然后张二狗就一口气 吃了人家三块煎饼 然后扭头就要走 还说人家的煎饼不好吃 煎饼老板肯定不愿意了 张二狗本身就是个混混 也不是吃素的主 然后两人就在那里争吵了起来 张铁牛见状 心想自己还是别过去惹麻烦了 要是让煎饼摊老板给讹住就坏了 趁张二狗没有看到自己赶紧走吧 然后张铁牛就侧着脸赶紧的走了 他身后的三人也是快不跟了上去 张铁牛心里是急坏了 因为再走一段路程就无人的小道了 到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 对面三个人 到时候自己岂不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 就在张铁牛胡思乱想的时候 突然听到前面大喊一声 闪开 快闪开 马惊了 张铁牛抬头一看 就见一匹马车朝着他在的方向就冲了过来 张铁牛赶忙慌乱的躲到了一边 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有人撞了自己一下 张铁牛就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钱袋子 没想到后面的三个小偷 趁自己躲避马车的功夫 就把自己的钱袋子给偷走了 张铁牛回头一看 那三个小偷还冲着自己笑呢 尤其是那个落腮胡子 虽然身形没有旁边的两个壮士 但是面容确实让人感到害怕 尤其是张铁牛这种胆小 知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心里秃秃的 正好这个时候 这边马车引起的骚乱 惊动几个巡逻的捕快 前来维护秩序 张铁牛看了看不远处的捕快 又看了看凶神恶煞的三人 还是打算不报官了 万一惹怒了这三个小偷 以后等他们出来之后 再再找自己的麻烦就坏了 虽说那是十个铜板是亡源外赏给自己的 但也是自己挣的辛苦钱呢 就这样让小偷偷去 自己也不甘心呢 这个时候那三个小偷 也害怕张铁牛报官 就走到了张铁牛的跟前 恶狠狠地盯着他 张铁牛让三人看得发毛 不过还是鼓足了勇气 壮起了胆子说道 三位大哥 这钱不能借给你们 我还得用钱娶媳妇呢 三人听张铁牛这么一说 都同时愣了一下 然后那落腮胡子就笑着说道 什么 借钱给我们 小子老子劝你识相一点 不然的话 借你一次抢你一次 说完三个人就扬长而去了 张铁牛虽然不甘心 但一想到自己的扁单里 还有九十个铜板 怕再惹出事端 就赶忙走了 谁知道等张铁牛快到家的时候 突然从路边跳出一个人来 拦住了他的去路 张铁牛看清来人的长相之后 是吓坏了 这人就是刚才的落腮胡子 张铁牛心想 今天出门 估计没有看黄历 难道这落腮胡子知道自己扁单里还藏着钱 想到这里 张铁牛就着急的说道 这位兄弟 我的钱都让你们给弄走了 你怎么还拦住我的去路啊 那个落腮胡子就笑着说道 哈哈 兄弟 不要害怕 我不是来抢你钱的 相反我是来感谢你的 张铁牛听后都猛了 一个小偷刚偷了自己的钱 现在又过来说些自己 这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啊 就在张铁牛疑惑的时候 那落腮胡子又说道 明天上午在城东的老茶馆 还你的钱 到时候别不来呀 说完那落腮胡子就走了 等张铁牛回到家里正好碰到了邻居吴大妈了 吴大妈一看张铁牛无精打采的样子 就上前来询问她的情况 张铁牛就把自己的遭遇给吴大妈说了一遍 吴大妈听后是气得不行 因为前段时间吴大妈也被小偷偷过钱 现在听张铁牛的遭遇就说道 这群天杀的小偷简直欺人太甚了 光天化日就感行窃 我说铁牛当时不快就在你眼前 你干嘛不报官抓他们呢 张铁牛听后脸色是这样的通红 吴大妈一看就明白了说道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 不快就在跟前 那帮小毛贼能把你怎么这样 看来你以后找媳妇得找个厉害的互补 一下才行呢 不是那个小偷说明天在城东老茶馆还你钱吗 这样你放心的去 我去报官 咱们给他来过瓮中捉鳖 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张铁牛听吴大妈要报官就说道 这能行吗 吴大妈就说道 这有什么不行的 我给你说我是不知道是谁偷的我的钱 要是让我知道了老娘非好好地教训一下 那个毛贼不可 就这么定了 到了第二天 张铁牛就去了城东的老茶馆了 刚坐下没一会的功夫 就见那洛塞胡子朝着张铁牛走了过来 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张铁牛的对面 张铁牛的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 这家伙昨天说是还自己钱的 可也没见他带钱呢 还没等洛塞胡子开口说话呢 就有四五个捕块在吴大妈的带领下围了过来 张铁牛一看吴大妈带着捕块来了 心里也有了些底气 吴大妈指着那洛塞胡子就说道 大人 这个就是偷钱的小偷 你们赶快把他给抓起来呀 领头的是衙门的刘补头 刘补头就说道 一看你这身打扮 不是小偷就是强盗 赶紧跟我们走一趟吧 别逼我们动手 谁知道那洛塞胡子见到不快 不仅没有惊慌 还笑嘻嘻地说道 刘叔 你不认得我了 我是桂花呀 这洛塞胡子一说话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张铁牛更是吃惊 昨天 这洛塞胡子明明说话 憨声憨气的是个男子的声音 今天说话竟然成了女子的声音 刘补头听后 也是冷了半天 疑惑地问道 你是桂花 这时候 那洛塞胡子一把扯下了自己的胡子 然后在自己脸上导致了几下 就恢复真容了 从一个面向凶狠的大汉 变成了一个大姑娘了 桂花的一番操作 把众人都给看呆了 刘补头却已经习以为常了 说道 桂花 你搞什么鬼 你老爹教你的这些本事 可不是让你来骗人偷人家钱的 桂花听后就说道 刘叔 我可不是偷人钱财的小偷 我这是替你们查案子呢 然后桂花就说出了这事情的经过 原来 桂花是孙补头的闺女 孙补头是衙门的一个劳补快了 一身本事给衙门破获了不少的案件 尤其是孙补头的易容术 尤为了得 不过后来孙补头的年纪大了 就从衙门里退了下来 孙补头没有儿子 只有桂花一个闺女 桂花也是受了他老爹的影响了 从小就爱舞抢弄棒的 没有一点女子的样子 跟个假小子似的 前段时间 城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一帮小偷 短时间之内偷窃了不少人的银子 献老爷也被此事弄得心烦意乱 桂花的钱在集市上也被人给偷了 这让桂花很是恼怒 决定要把这帮小毛贼给找出来 桂花的计划就是故意接近这帮小偷 取得他们的信任 最后找到他们的老巢 然后一举抓获这帮毛贼 经过桂花几天的观察 终于看到两个人整日里鬼鬼祟祟的跟在别人身后 专挑人多的地方去 肯定就是小偷了 桂花就提出要入伙 这两个小偷也很谨慎 就提出要看看桂花的本事 正好看到张铁牛喜气洋洋的从王园外的府上出来 一看就是发了工钱的表情 然后三人就盯上张铁牛了 正好趁着张铁牛躲避马车的功夫 桂花就把张铁牛的钱袋子给顺走了 顺利地通过了两个毛贼的考验 事后桂花觉得张铁牛挣点工钱也不容易 就在半道上截住了 他说今天把钱还给他 这有的看官就疑惑了 你直接把钱给他不就行了 还非得等明天干嘛 主要是桂花得把钱交给那两个毛贼 等自己找到他们的老巢之后 再把钱还给张铁牛 桂花解释清楚之后 大家才明白了这事情的经过 刘捕头听后就说道 桂花 你真是混闹 这多危险呢 万一让那帮小偷识破身份 你还能出来吗 有着功夫 不说找个相公 在这凑什么热闹 吴大妈一听就问道 桂花姑娘还没有婚配呢 刘捕头就说了 哼 就他那母老虎的样子 那个男的敢要他 吴大妈看了一眼 张铁牛就笑了 没过多久 在吴大妈的撮合下 张铁牛和桂花就成亲了 村里的人都说 吴大妈这个没说得好 正好给铁牛找了一胆大的媳妇 一个小偷被关入了大牢 等他出来之后 想报复他的仇家 没想 差点杀了他的老子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失算的小偷 话说在马家庄 有个名叫马东的混混 马东家里生活的并不富裕 全靠马东的父亲 马老汉 外出做工 支撑着这个穷苦的家庭 都说 穷苦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可马东这个家伙就是个例外 因为家里贫困 马老汉三十多岁的时候 才娶上了一个媳妇 他媳妇也很给力 转过年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马东了 马老汉和他媳妇 也算是老来得子了 虽然家里穷苦 但也是对马东是非常的宠爱 要什么东西都给他买 家里的活也不让他干 这就养成了马东 好吃懒做的坏毛病了 马老汉和他媳妇 也发现问题了 可是已经晚了 马东都已经长成一个 大小伙子了 整日里是啥活也不干 就知道和一群狐朋狗友 在街上瞎逛 马老汉一看这可不行啊 长此以往下去的话 自己儿子就算是废了 可自己劳两口 说他 他也不听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马老汉的媳妇刘氏 就说道 老头子 这样不行啊 你看子儿子整天跟着街上的张三虾胡混 不会有什么好的 马老汉听了他媳妇说的话 叹了一口气说道 那怎么办 现在这小子也长大了 咱们说的话 他根本就不听了 刘氏就说道 老头子 要不然咱们赶紧给马东说 一门亲事 让他媳妇管着他 说不定成家之后 这小子就能正干了呢 马老汉一听高兴到说道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啊 就算是这儿子不行了 咱们还能有个孙子啊 就这么办 然后 老两口 为了马东的婚事 是费了不少的功夫 拖了不少到媒婆给马东说亲 可是女方一听说 是马东这个混混 大多数的家庭 都是不愿意 将自己的姑娘 嫁给一个混混的 可凡事也有例外 王家庄里 就有个贪财的老汉 为了财礼 就把他闺女凤娥 嫁给了马东了 马老汉 为了给马东娶媳妇 把半辈子的积蓄 都给花光了 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不过结果 还是让人欣慰的 马东自从和凤娥 成亲之后 也不到处混了 也知道顾家了 也能帮着他老爹 干些活补贴一下家用了 这让老两口感到是非常的高兴 转过年的时候 凤娥还给马东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马小宝 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 而且自从马东有了孩子之后 干劲也是非常足 有的时候 在外干活忙的两三天的都不回来 不过每次回家都会带了不少的银子 这让一家人的生活慢慢地得到了改善 正当马老汉老口子沉浸幸福中的时候 厄运突然降临了 这天傍晚的时候 马老汉一家人正乐呵呵 吃着晚饭呢 突然院门被敲得当当响 马东就问道 谁呀 只听门外一个声音说道 是我 你马大伯 小东子赶快开门 原来是马东家的邻居马四海 马四海家里的生活条件 要比马东家强上不少 平日里也经常帮助他们的家人 马东成亲的彩礼 自己的老爹还借了马四海不少呢 马东一听是马四海的声音 就赶忙把门给打开了 可是门外站的并不是马四海一个人 还站着许多捕快 马东见状立马就想逃跑 可是他那里还能跑得掉啊 被捕快给堵到了院子里了 马老汉见状是赶忙问道 各位官爷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领头一个捕快说道 哼 怎么回事 你儿子马东被人供出来偷到别人的财物 现在县老爷的命令 我们把他带走审问 带走 马老汉一听 就赶忙说道 大人会不会搞错了呀 我儿子怎么会偷人家的东西呢 领头捕快就说道 哼 不会搞错的 你们不服的话 到县衙跟县老爷说去吧 等到了衙门之后 经过县老爷的一番审礼 马老汉才知道 原来自己儿子并没有改邪归正 而是表面上看着像是做的正经工作 实际上背地里跟着张三去外地偷到别人的财物 已经偷了不少的人家了 这次张三在一次犯案的过程中落网了 就把马东给供了出来 得知真相的马老汉气的心里是直冒火呀 刘氏当场就昏厥了过去 幸好儿媳妇凤娥在家里看着小宝没有来 要是让凤娥知道了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张三和马东被县老爷关入大牢了 判了五年的牢狱之灾 等牢两口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 心里都充满了悔恨 恨他们当初太宠马东了 以至于现在让他犯下大错 这该怎么跟凤娥说呢 凤娥见到公公婆婆回来了 就赶忙问什么情况 刘氏不忍心欺骗凤娥 关键这事也瞒不住 就把县老爷的判决给凤娥说了 凤娥听了之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平日对自己疼爱有加的丈夫竟然是个小偷 而且还是一个贯偷 现在马东被关了五年 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以后出门还不得让人戳几辆骨啊 想到这里凤娥哭着就自己跑回了娘家 好好的一个家 一顿饭的功夫就只剩下两个老人和一个三岁大小的孩子了 马老汉心里也非常的难受 不过这日子还得过下去 儿子被关到大牢里 儿媳也跑到娘家去了 牢两口一商量 还是到明天去亲家把儿媳妇给叫来 孩子离不开母亲呢 到了第二天牢两口就带着小宝去了凤娥家了 可是这门还没有进去呢 就让亲家王老汉给赶了出来说道 你们还有脸来呀 看把我闺女给害成啥样了 你儿子也太不争气老吧 竟然去做让人人唾弃的小偷 这下好了 被关进去了 让我闺女也跟着受到屈辱 我看咱们这两家的亲到此就结束了 以后你们也不要再来了 刘师一听就说道 亲家 小宝还小 他需要母亲呢 王老汉一听就说道 那是你们老马家的孙子 关我们什么事 说完就把大门关上了 马老汉两口子一看 这贪财的亲家 估计是趁这个机会 把他闺女再给许个别人家 好在收上一份彩礼 果然没过多久 马老汉就听说 凤娥又让他老爹 嫁给城里的一个父户当小妾了 没办法 马老汉和刘氏 只能带着孙子小宝生活 咱们划分两头 马东和张三都被关入牢房里 本来他们两个都是被判得 关上五年的时间 不过张三却被提前给放了出去 经过马东的打听才知道 原来外面有人给张三交了钱了 马东也肯请张三帮帮自己 这钱出去之后 自己肯定会还给他的 没想到昔日的好友张三 却面露难色地说道 兄弟 不是我不帮你 实在是这牢房里的人不能全走了呀 到时候 县老爷那天过问的时候 不就麻烦了吗 所以你还是委屈一下 等你出去的时候 我肯定给你接风洗尘的 马东一听 这心里很不是滋味 觉得张三故意不帮自己的 就这样 马东在牢房里老老实实地做了五年 这五年里 他每天都想自己的媳妇 想自己的儿子小宝 还有自己年迈的父母 还要家里给儿子养的一条小狼狗 除了对亲人的想念 就是对邻居马四海的恨意了 如果不是马四海 把捕快给领进自己家里 说不定自己早就跑了 怎能会被关到 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 马东决定等自己出去之后 一定狠狠地教训马四海一番 然后再带着全家人离开这里 找个无人认识的地方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春去秋来 就过去了五年的时间了 马东也是行满释放了 他满心欢喜地从牢房出来 想着很快就能见到自己的家人了 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不过现在自己这个样子 去见儿子的话 可能会把他给吓住了 所以马东就花了一些时间 在城里一些铺子里 给自己打扮了一番 至于他那里来的钱 就是在大街上随手顺的别人的了 等马东收拾完毕 已经快到傍晚了 走到一个牛肉面馆前 感觉自己好久没吃过外面的饭了 就在这面馆里吃了一碗面 临走的时候 还把面馆的一把杀牛刀给顺走了 马东顺这把刀的目的就是想给马四海一些教训 等马东赶到马家庄的时候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这以前也没有路灯照明设备 只能靠着微弱的月光来辨别方向 马东凭借记忆找到自己家的时候都愣住了 只见他家的院子已经好久没人住过了 都已经破败不堪了 马东一下子就慌了神了 家里没人 自己的媳妇和父母都去那里了 可能是连累了他们 受不了别人在背后 说到他们搬走了吧 看来自己得找人打听一下父母的下落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从路边来了两个人说着话 向这边走来了 马东见状悄悄地躲在了一边 只见那两人经过马东家门的时候 都叹了一口气 一个人说道 哎 你说马东这小子就是做的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去偷人家东西 这下好了 媳妇扔下孩子跑了 自己也进去了 可苦了父母了 等那两个人走后 马东心里大为震撼 没想到自己媳妇扔下儿子跑了 现在父母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马东在望向他邻居王四海家的时候 他心里就燃起了一团火 决定教训一下 马四海再去打听父母的下落 马东就悄悄地翻入了马四海的院子里 等他进去之后 突然看到一只大狼狗朝着他走了过来 马东见状大惊 以为这狼狗会过来撕咬他 没想到这狗见了他之后不仅不咬他 还冲他摇起了尾巴 马东心这才放了下来 现在他也没功夫理会这大狼狗 拿出那把杀牛刀就悄悄走进了马四海的房间 那只大狼狗却是一直在他身后跟着 等马东进了马四海卧室之后 看到床上躺着两个人 心里对马四海的恨意就突然爆发起来 感觉七里子散都是马四海给害的 拿出杀牛刀就想把床上睡的马四海给结果了 这就在马东要动手的时候 他身后的大狼狗冲着马东大声地吼叫起来 床上的人听到动静之后立马起身 把蜡烛给点着了 马东这个时候呆住了 这床上躺的不是马四海 是自己的亲老子和母亲 还有自己儿子 自己差点就措手把自己老爹给杀了 想到这里 马东的后背吓出了一身冷汗 手里的刀光朗一声就掉在地上了 马老汉也看清了来人正是自己儿子马东 看到地上的刀好像是明白了什么 气得他大骂一声 畜生 你连狗都不如啊 马东立马就跪下给自己老子认错呀 刘师见状赶忙起身把马东给扶起来 哭着说道 我的儿啊 真的是你啊 你总算是出来了 马东就疑惑地问道 母亲 你们怎么在马四海的家里呀 刘师就说道 你被关入大牢后 你媳妇就跑了 家里就剩下我们牢两口和你儿子了 我们两个都老了 不能干活了 这些年全靠你四海大伯帮衬着 他还出钱让小宝去上私塾 前些年一场大雨 咱们家被冲坏了 你四海大伯就把他们家让给我们牢两口住了 说是为了当年不该领补快来咱们家里 可是这事也不能怪人家 他当初也不知道你犯了事啊 马老汉这个时候也说道 这些年要不是你四海大伯帮衬 我们就领着你儿子要饭去了 你竟然还想对人家不利 真是狼心狗肺的东西 马东不知道其中的内情 就对他老爹说道 爹 我错了 我以后保证再也不会偷东西了 重新做人 好好地孝顺你们的 培养我儿子 这次多亏自己家的大狼狗了 若不然的话 自己就犯下大错了 马东这个时候也明白了 自己溜进院子的时候 这大狼狗为何不咬自己 原来是他自己养的狗 只不过现在长大了 到了第二天 马老汉就领着马东 去城里马四海的铺子 给他倒歇去了 马四海让马东在他的铺子里 做了一个小伙计 马东从这之后 也是彻底改掉了自己的坏毛病 在铺子里努力干活 马东本身就聪明 没几年的功夫 就在马四海铺子里学出来了 马四海就又开了一个铺子 让马东去新铺子做掌柜了 马四海生意 也是越做越红火了 马四海曜事 马四海地努力干活